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第16章我要讲的 应该可以分成三个主题 三个主题也就是 大家最常会碰到 或者是未来你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你未来的判断上面 都会有碰到的这些观念 我们在第16章里头都会再提到 一个我们要谈的是 分析付款相货的问题 我们要谈三个主题 分析付款相货 分析付款相货 我们先会隐含出来一个 高退货率的相货 其实这两个它不是很复杂 高退货率的消货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谈的是 现在非常热门 我想现在很多建设公司 不是这个 营收非常高吗 那最近像怎么滑顾啊 鼓励就是两百多块啊 其实大家就很困惑的是 现在这个建设公司一直在盖房子 现在在盖房子呢 它房子有没有卖掉 那如果房子没有卖掉的话 它可以承认收入吗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建造的 有点像是工程的建造合约 它是委托的 就是收托或什么的 就是或者是它去承包 政府工程的公司 它怎么去承认收入 好 那第三个呢 其实是国际会计准则之下 特地把它掏出来这样的 我想它应该好像放在我们的户物里面 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现在呢 因为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意思呢 就是大家呢 可能坐飞机飞来飞去的时间 非常的频繁 好 那很多的航空公司呢 为了要锁住它的客户呢 它常常会给你的这个 所以购买它的其他的人 去所谓的累积它的里程 好 那给累积它的里程多少之后 它会给它什么 回馈 所以我们要去谈的是 顾客的忠诚计划 好 顾客的忠诚计划 那这个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你就是呢 你做了华航 那你就常做华航 好 你做了华航的话呢 那你累积你的里程之后呢 我可以回馈你什么东西 所以叫做忠诚计划 那这个其实呢 那这个其实呢 是最近最新才开始 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来讨论 也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成为你的收入 好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整个收入认略里面 我挑出几个 可能大家会最常看到的 交易形态 来跟大家解释 它的快捷处理怎么做 但重点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这一张才能去收入的认略 换言之 我如果是高费货预 或者是分期货款销货 我可不可以承认 在我移转我的商品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那我如果是公共工程业好了 好 我建造 我承包政府的工程 好 那我都要怎么样去承认我的收入 好 也许有一个工程 像大家知道之前的 那个水山隧道呢 是开早了十年 那这个公司 是在没有完工程 都不能承认收入呢 那这件事有些的 建设公司 好 那建设公司呢 他们的收入怎么认略 好 因为建设公司 其实在那种超高大楼的话 你可能要盖个 这个短则 也要是五年 长久可能说 你要十年都可能 那这十年 或者这五年当中 我可不可以承认收入 好 那另外一个 那跟建设公司有点类似啊 建设公司如果他自己盖了 那个这个房子 比如说盖什么大楼 最近最热门的 也不是说最热门啊 就议事广告很多 或是每天 每个礼拜呢 我每个礼拜天 如果参照报纸来看 都会谈到那个 信呼发的什么 国王城堡 有没有看到那个广告 好 那那个广告 那是国王城堡 到底不要讲到国王城堡 比如说国宴 大家知道国宴在哪里吗 因为我们学校狠气嘛 就在那个新田路 都汉神百货的那个路 那条路上面 好 那一个国宴的建设公司 我去看了一下 从他开始卖到目前 一共他是41层楼高 好 然后坪数都很大 至少都100多坪以上 有到200多坪的 那期待会以后要改买房子 我建议你不要去多去参考一下 内政部有一个不动产 时下登陆的网站 好 你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们一次就会去浏览一下 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国宴呢 我最近就去看了一下 说高雄 该那么多的豪宅 到底成交的怎样 所以我去看了国宴 国宴比较早开始卖吧 而且听说国宴的时候呢 他在预售的时候 也不是预售 开始卖房子的时候 你不是随便的人都说 我要去看房子 我就走进去 接待中心接待会馆 他就带你去看他的房子 不是 听说当时候那个广告公司 其实很多卖房子都是广告公司在卖的 然后呢 你要去看房子 他给你收个带 看屋费 没看没听过吧 我第一次也是听 有一次在上那个退教班的课 他就有一个学生讲的 他说 国宴已经卖的不好 为什么 他说呢 这个居然有建设公司 就是广告 就是收屋的小姐呢 打电话 问他要不要去看房子 可能他之前有去问过 然后呢 他知道说 他要看屋费 然后呢 现在这个收屋小姐 主动打电话给他 然后问他要不要去看房子 那意思就是不用看屋费啦 那当时候刚盖好他去看的时候 看屋费要多少钱到 五六千块 他一听到就算了 他就不去看了 那后来呢 大概去今年的 去年的年底吧 我们的额课行是去年的年底完 对 差不多那时候上课了 他就说那时候呢 那个收屋小姐主动打电话 问他不要去看房子 所以表示 我卖的不太好 那我就很好奇 他到底卖的好不好 所以我就上去看 释迦登录里面 从100年2月开始101年开始 我希望你注意这个时间 他一共卖了78户 好 那我去看他的价格 最高的单价每一瓶63万 成交的内户200多瓶 成交的总价1亿7千多万 我再去个头 我7千万都付不起 他的1亿7千多万的成交价 然后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31万 同样一栋 当然楼层不一样 可是价格也差太多了吧 一个单价是63万 一个单价是31万 他也不是很低的楼层 好像是十几楼吧 那个总共有41楼 所以每次去看一看 我就想说 他到底成交的金额是多少 所以以后如果同学要买房子 我觉得有实际上登陆这个网站 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参考的这个资讯 所以我认为 我不知道那一层的 因为我觉得那一层很大一栋 他整个全部有多少户 我是没有 我是不清楚 可是78户 我相信应该 最多只有他的三分之一吧 那已经卖了三年了吧 从101年到现在104年 已经也至少三年了 所以房子卖了越久 那对建设公司来讲是 越不利 因为房子只会越来越久 好 我认为 好 那当然是 对建设公司来讲 其实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建设公司 他还没卖到之前 他一定要维持他的卖相 所以他要维持得很好 所以他一定要聘很多的工作人员 所以一定要保全之外 要很多人在维护他的公共设施 所以在没有注入进来之前 没有办法收管理费之前 全部都是建设公司付的 好 那建设公司 最近又不是夺贴吗 听说中央银行去调查 各个建设 这个建设公司呢 在银行的融资的状况 大家都开始揣测 是不是中央银行开始要升息了 那这些建设公司呢 因为他们一定是 这个银行借钱来开房子的 那没有成交 没有卖出去之前 这个贷款还是在建设公司的身上 所以如果一升息的话 这些公司会不会有很大的财务问题 所以大家就很多的联想 这个是挺有趣的 所以值得观察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 我们读了这些这个课程之后 不是说没有了快速 没有了商管的课程之后呢 我觉得这些讯息 其实你都可以去留意 然后因为可以跟你所学做结合 我觉得我就很兴奋了 我想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做这个动作之后 是不是后面有这些影响呢 那你就先有自己心理上先 根据我的专业啦 或者是根据我的了解呢 我先做一个预期的判断 好 然后就静观其变 那如果真的是答对了 你就会很兴奋 说你看吧 我就看对了 好 所以这个也会 认证你的专业 在你的生活专业也好 或者是在很多的方业的判断 都会有信心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的 好 所以呢 先生公司他到我业业 我现在就很好奇啦 他的财报怎么出来的 好 建设 比如说 但建设的国研也不是皇库盖的 听说皇库盖都是盖台北的房子比较多 那国研是汉阳啊 就好像听说是那个什么 跟汉省百货的当初盖的那个建设公司是相同的 好 那我就很好奇 他的财报是这样 好 那比如说像那个新库发好了 他盖了两栋 其实在高雄来算是 算是他的大投资的 一个是国王城堡 一个是国王一号院 国王一号院在中正路跟民族路那附近的样子 好 所以他们当初盖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 号称是建材很好啦 然后设计很宫廷式的 这个珠子类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 所以他们的单价都很高啊 那财交的很快 他的财报怎么会好呢 所以你有这个困惑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那个报表 看到那个报表之后 他一定会去揭露他的收入怎么认 原来收入任业原则是什么 好 那你也 我们有学的这个会计之后 你就可以去判断一下 他上了一个任业方式 是不是真的是 你反映出他的真实的营收 好 是不是这样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 妹妹我购好了 可以承认收入吗 接下来 我没有要承认承认收入吧 好 那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呢 他是在京城建设 他就讲说他们公司的 开取的是这个完工比例法 那完工比例法 是完工的承认收入 只是我又没有卖 这样的收入是真的可以 反映出真正的 他的公司的营运结果嘛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去思考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要谈 第十六章就谈的内容 好 所以我找这几个 我们生活上面啊 或者是这个 未来大家在工作上面 这个概念会相通的上的 来做这个看好 那我想对大家未来也都有一些帮助 好 那我先谈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好 先谈一下这个地方就好了 台湾这里我们的休息 好 第一个我们先谈一下 呃 不期货款消货 好 那课本上要有一些去谈 你的收入的任务怎么任务 好 当然第一个我想收入的任务 当然就是你已经什么 已经 已经 已经算了 周刊 什么金周刊 商业周刊 很多周刊就一个礼拜 好像说礼拜三初刊啊 最大的礼拜天后没有卖掉 可能这个周刊 先期的周刊 可能就不会有人要买了 除非还有什么 大的讯息出来说 然后他有两个公司有怎样的状况 然后 正期的周刊有爆出来 所以可能会让他的消费量又增加了 要不然的话 通常是礼拜三初刊 然后到了礼拜天之后 可能这个 呃 我们像看电电机超商 对 下上的那些 起刊 可能就准备要把它收下来 要准备退回去 就是退货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先谈一下贵货的 然后再谈分析负盘的 好 就是课本上的写的流程 顺序之先解这个部分 好 那我说如果我是一个高退货率的销货 我把货送出去了 那我可不可以承认收入呢? 我们刚刚讲说 我承认收入一个基本是 我已经履行完我的义路了 第二个 我可以承认收入是 我未来收限 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如果我对于我这样的销售 并没有办法有很有把握说 我可以收回来我的现金的话 收不到钱的话 我没有很有把握说 我已经会收到多少钱的话 基本上我就会等到什么? 等我过了退货期之后 再来承认收入 那如果我虽然是高退货的销货 但是我对于我可以 可能会发现多少的退货 我是可以估计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销售的当下 我就可以承认 销货收入 好 所以高退货率的销货 能不能承认收入? 销货收入 好 要看你的退货的比率 退货率你可不可以估计? 如果你可以估计的出来 那我把东西送出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同时我就承认 我就估计我的退货率出来 好 但是如果我未来到底有多少会退货 我不确定 所以你会 因为你退货不确定就是 没有办法知道你会收到多少钱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不承认销货收入 好 因为我刚刚讲 承认收入的 除了我把我履行完我的义务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未来能不能收到钱 就未来 但是经济资源能不能流入这个企业 好 然后当然我说我的销货呢 第一个就我履行完我的义务的意思呢 我们现在在讲说你把风险跟报酬就移转给买方了 我东西卖给你了 符不符合你的使用啊 好 等等 那不关我的事情 我已经移转了 我的风险跟报酬给买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未来会收不 会不会收到钱 就未来的经济资源 我可以估计的出来 而且这个经济资源就流入企业 为企业所拥有 好 那当然我们在强调 在我们国际快捷准则里面 在承认资产 在承认那个收入的时候 都强调他的成本的概念 好 我呢 发现这个收入的 所有的相关成本费用 我都什么 估计的出来 因为我们就是什么 配合原则 我承认收入的同时 要把相关的费用支出 一定要再承认进来 所以这些成本 我也可以合理的估计 那我就可以承认收入 所以收入任劣的原则 好 第一个大概是移转了我的风险跟报酬 换言之就是 卖方把他的义务都已经进完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买方的事情了 就把风险跟报酬移转给买方 第二个卖方呢 我移转了之后 我未来会不会就收到钱 当然他不会讲的那么通俗 他讲说未来的经济资源 好 未来的经济资源你是可以预期收得到 而且这个经济资源是流入企业的 好 那为了产生这个经济资源 或者是为了产生这个收入的相关成本费用 我都可以合理的估计出来 在这些前提之下 满足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承认什么?收入 所以课本上面都有讲清楚 收入任劣的几个条件 好 那我们先谈一下比较简单的是 高退货率的消货的情况之下 你可不可以估计他的退货率 可以跟不可以 他的快捷处理怎么做 我们直接从课本上面的例子来讲 好 请你看一下课本的例子 看一下那个218页 我们把这个退货率的看完 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 分析付款的 因为分析付款跟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第四章 好 其实有点像 好 就是年金复利的概念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事例二 智宏公司呢 在差6年11月1号呢 运送11万本的杂志给家家书店 那这个杂志的售价是100 成本是60块 然后呢 这个合约中规定 家家公司需于在11月15号之前 先支付60%的货款 另外40%呢 可以再开3个月的期票 那这个3个月呢 如果没有出售的杂志可以退回 好 这3个月之内的 好 但是呢 那个如果这个退回的情况 没有办法合理的估计 那家家书店呢 必须每一月的月底提供 智宏公司当月的销售资料 好 所以11月15号呢 这个公司收到现金60万跟票据40万 然后呢 11月跟12月 还有隔年的1月 他销售的杂志分别是4000、3000、2000 好 然后退回 所以一共9000啊 所以退回1000本给智宏公司 所以他做他相关的分路 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估计 他没有办法估计他到底会收到 就是说他可以卖到多少 所以当他把这个杂志运出去的时候 他仓库里头存货就减少了 所以他要承认他的存货减少这些事实 好 但是因为呢 他这个他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会有多少会卖得出去 有多少会被退回来 因为他没有办法估计 所以当他把这个送出去的时候 他并不承认销货收入 因为他不符合我们刚刚说的收入任劣的原则 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到时候可以收到多少钱 这我不确定 好 如果你可以合理的估计退货率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可以收到多少钱 但他这里已经告诉你说 他没有办法合理的估计 所以他就在把货送出去的时候 他并未承认他的销货收入 所以他承认是什么 预收货款 好 所以分路写在课本上面的219页 好 好 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我把我11月1号的时候 我把货送出去了 你可以做分路 也可以不要做分路 你可以做分路就是什么 可以借这个应该是说预售 预售商品存货 带存货 也就是把我们仓库里面的存货减少 但是这个存货我没有真的把它卖掉 所以我把它转列一个预售 就是带销售商品存货 好 或者是可退回商品存货也可以 或者是我在存货里头备注一下 我的存货有多少已经送出去了 带出售可以 也就是说你做不做这个分路都可以 好 但是你要备注 因为如果你去盘点的话 就有点像什么 成销品计销品一样 我们把这个有点像计销品 好 我是计销人我把货送出去了 那所有权还是我的 所以这个我的存货还是算计销人的 意思是一样 所以你要不要去写说你有一个计销品 计销品存货带存货都可以 好 那课本上面并没有去写这个 好 所以你就是借计销品存货带存货也可以 好 那课本上没有写 所以他等于说呢 当我11月1号他都没有做任何分路 那人家做个备忘录 因为他的仓库里头少了1万本的杂志 他人家做记录啊 好 所以他已经做个备忘录 那11月15号 那个佳佳书店呢 费了就是付了60万的现金 还有产生了 开了一张票据给这个这个叫什么公司 智宏公司 所以他会借现金借应收票据 但预收货款 因为他还没有承认销货收入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估计他有多少的退货率 好 所以在219页的最上面 他就写着这个分录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每个月他都会什么 家家书店都要给他月报表说 这个月卖了多少书 所以他等到他卖掉的时候 再来承认他的销货收入 所以11月份他卖了4000本 所以他承认销货收入40万 然后他的存货就转为销货成本 好 4000本的话每本60块 所以是24万 这是11月30号做的分录 12月31号又做了一次分录 好 那因为他卖了什么 12月份卖了3000本 所以呢 他承认销货收入30万 然后借销货成本18万 那最后一个月就是差期年的1月份 他就承认了这个2000本的 所以20万的销货收入 然后把预收收 预收货款转为销货收入 好 那最后11月底的时候 对那个加交书店把货都退回来了 所以他就把什么 要还给他10万块 因为1本100块1000本就10万块 所以他是借预收货款代销货收入 就把它清掉了 这个交易就整个完成了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是 因为他不知道 到底他最后可以卖掉多少的杂质 所以当他把货送出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承认销货成本 他没有办法估计 好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高退货率的销货 好 那你又没有办法估计 你可能会发现多少退货的话 所以当我把货送出去的时候 我先不承认收入 我只要做预收货款 那也是因为对方先付钱了 好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虽然他开了3个月的期票 3个月 那你说10月31号 我也不要去承认销货收入 基本上因为3个月算短期 更何况他这个期票里头 并没有讲说这个期票负有票面利率 所以就没有利息收入的认令 好 这个地方提醒一下 那再来看一下 如果势力二改了一下咯 他说我可以估计我的退货率 好 看一下219页的势力3 他说跟志宏跟佳佳书店 定了一个保证条款 也就是说佳佳公司 他一定保证可以卖掉多少 没有卖掉就是佳佳公司要负责就对了 所以志宏公司只接受多少的退货 而且这是他可以退货的上限 你可以退货的比较少 如果你卖的很好 你可以退货的比较少 但是你卖的不好 我可以接受的退货的上限就这样而已 好 最多只能退2000本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志宏公司估计 他退货率呢 如果退货率是 这个比例是退货权的50% 好 也就是说呢 假设我允许他退货的是2000本 但是我估计以往的经验来讲呢 可能就什么 50%会真的发生退货 好 那另外一个呢 他就讲 我根据这个5分之1的出货量里面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估计大概退货有7 这个70%是退货 好 会退货 一个是50% 一个是70% 那重点就是什么 他可以做合理的估计 所以我们说了 当你可以做合理的估计 当我把货送出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承认 销货收入 那销货收入 同时我也先估计出来我的 销货退回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完全一样的条件 那我在11月15号的时候 好 看一下呢 情况一呢 我的11月15号的时候呢 我是借运收账款期 你看一下呢 219页 好 因为我卖 我做出1千1万本 每一本是100块 所以呢 好 1千1万本 每一本是100块 所以我借运收账款 100万 带销货收入100万 但是我估计了 有退货5分之1的10%会退货 等于是2千本里面 我预计他可以退货就是 会发生退货就是1千本 所以呢 1千本 1千本乘上100块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借销货退回 带备底销货退回 好 我就是换言之 我估计出来我的销货进了就是多少 就9千本啊 好 是1 因为我估计退货的5分之1只会退货一半 好 另外一个呢 情况是 我估计退货的5分之1里面有70%会退货 换言之2千本 我估计会退货70%就会退货1千4 所以换言之呢 我1千4乘上每1本100块 所以我会退货 商货退回呢 是14万 好 这是情况2 好 分部 客户都一样 直接金额不同而已 好 那这样子举例的用意是 他告诉你后面真正的退货的状况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好 所以呢 在我们 因为他可以估计他的退货率 所以当我把收到钱的时候 我就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然后呢 也可以承认销货退回 好 那当然这个是我还没收到钱 只要我把货送出去 我就可以做了 我就可以承认了 所以是借应收账款 那等到11月15号 我收到钱跟票据的时候 我再冲掉我的应收账款 好 所以轻易看一下呢 那当然既然我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我就必须承认销货成本 好 所以1万本的 那个销货 但是我有估计 我有 只会卖掉9千本 那每一本是60块 所以我承认销货成本是54万 那另外一个呢 我估计70%会退货的话 所以我有8600可以卖掉 8600本 每一本是60块的话 所以我的销货成本就是516000 好 8600乘上60 所以516000 这是220页的分路 好 因为他写得很清楚 这个概念不是很困难 好 所以我就不另外写 然后 所以11月15号 我收到的时候 我就把运收账款充掉 因为收到现金跟票据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 第三个 他说11月12月的杂志 就是一共销售 因为当时候呢 事例一是因为 事例二是因为 我不知道他到底会卖掉多少 所以我要求他每个月要给我报表 好 告诉我他卖掉多少 那这个例子里头 他并没有要求他每个月要给报表 所以他最后你可以看一下呢 11月12月呢 他的销售杂志一共7000本 好 他要先承认 好 那那个 11月跟12月他的销售7000本 没有超过 就是说 他还没有什么 没有超过预计的销售量 所以我还是维持 就说 因为他是要到X7年的1月才整个 整个期间结束嘛 好 所以7000本 我还是维持 我预计可以卖掉9000本 所以情况一的时候 年底我不用做任何的调整分路 好 情况一都完全不用做 因为 我估计可以卖9000本 所以目前我卖掉7000本 也没有超过9000本 所以我不用做任何调整 好 所以情况一呢 到年底的时候 我也都不用做任何分路 好 然后情况二呢 好 我们看一下情况二呢 也是一样 因为我情况二 他说卖掉7000本 我当时估计 我可以卖掉8600本 所以我也没有 7000本也没有超过我估计的 所以情况一跟二 在年底的时候 我都不用做任何的调整分路 因为我还是维持 我估计我的销售退回 一个会有10万 一个会有14万 因为目前的销售的状况 都没有去什么 抵触掉我当时候的一个估计的判断 好 那到了差7年的1月份 好 整个销售呢 卖掉的是9000本 好 那如果卖掉9000本的话 情况一就跟什么 就完全一样了 所以他完全不用做任何的处理 好 就销售收入的部分 因为他是减掉销售退回 所以他已经承认是9000本的销售收入了 那唯一的是什么 他收到的钱里面 是不是要退回他 10万块 好 所以最后呢 我是要把什么 背底销售退回与责让 跟什么 跟我的现金对冲 这样看懂吗 好 刚刚忘记了 我产生背底销售退回与责让的时候 要放在哪里 你自己没看过这个科目吗 对不对 销售退回但是什么 随意表 销售收入的减下 没问题 那背底销售退回呢 背底这个科目呢 要放在哪里 背底要放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销售退回 销售退回 我们说220页的最上面情况1 科目借印收占缓 借销售退回 带背底销售退回与责让 带销售收入 好 这四个科目里面 前面有三个科目都没有问题 因为常看到 但是背底销售退回与责让 放在哪里 随意表 资产负贷代表 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 他的背底两个字 99%不会放在损益表 所以他一定放在资产负代表 对不对 我们看过背底坏账 背底存获叠价损失 这有放在损益表的吗 没有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看到背底两个字 99.9%应该是属于资产负代表的科目 好了 我们知道它是资产负代表的科目了 那放在资产负债还是权益 删去法 它一定不会是权益 权益是什么 投入资本 保留盈利 跟其他权益 其他权益里面 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 其他权益就是包括什么 库长股 还有累计综合 其他综合损益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它一定不是权益 它是负债吗 其实它应该算是资产的减项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应收账款 应该放在应收账款的底下 因为你可以看嘛 你最后是不是要把 当它要退活 这个整个销售期间结束之后 我是不是要还它 10万块 它如果之前有先有一个借 有一个借应收账款的话 那我就是什么 我应收账款里面 我估计 我只会收到90万 所以我应该是放在 应收账款的底下 当作应收账款的减项 那这个例子呢 它没有应收账款 还是应收票据 也可以 你也可以放在 应收票据的底下 那万一 它都付完了 假设这个 它是说当时候 11月15号 就规定 你要先把货款先交完了 未来的整个三个月 销售期满了之后 该没有卖掉的 我再整个退货 退还给你 所以假设它都没有应收账款 也没有应收票据 它要放在哪里? 全场看它会放在哪里? 它没有相关的资产科目可以放 没有相关的资产科目可以跟 我刚刚听说 它应该跟在应收账款 或应收票据的底下 现在假设这个公司呢 这个智宏公司呢 完全没有应收账款 没有应收票据 那你这个是代帮科目啊 你没有相关的科目可以 资产科目可以跟的时候 对不起 你就只能放在什么? 负债 因为它代帮嘛 所以它是一个流动负债的科目 这是让你自己去想一想看 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不一样 不曾写过的会期科目 我说明已经讲成一个什么? 基本的态度 先去了解 这个科目放在哪一个报表的哪一个位置? 好 这是情况一 好 我最后呢就卖到9000本 好 那最后呢 我就要把1000本的货款 就1000本的那个货款的现金还给 加加工 输入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借贝底 消货退回以责让贷现金 好 那如果是情况 我原来我估计1400 1400本会退回来的 就最后呢 它只退回1000本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多了400本的销货 好 所以呢 我的销货退回就没有那么多 好 所以我都把销货退回 跟销货退回责让对冲 所以你可以看人的情况后的话 我的 是不是先把 原来贝底 贝底消货退回责让 再发生在这一方 又减少了 且在企业吗 消货退回也没有14万那么多 就什么 10万 所以我充掉4万 最后再还掉10万块的现金去充 贝底消货退回责让 好 跟情况一就一样 好 就等于说 情况后是 原来我估计可以卖掉的是1400本 对不起 原来我估计可以卖掉8000本 结果卖掉是9000本 所以我多了 多卖了400本出去 所以我400本的时候 就把销货退回重掉 万一 好 万一 万一他真的退回 退货是2000本 那你会怎么做 好 我延续这个例子 施力3 好 延续了施力3的条件 好 但是呢 我另外加了情况是 呃 情况 情况3 好 也不是情况3 就是 他新年的1月份 好 实际退货 2000本 好 情况1怎么做 情况2怎么做 好 也许刚刚的那个 对不起 当我估计他只会退货 对不起 当我估计他会扣1400本 对不起 对不起 当我估计他会扣1400本 只退货1000本 所以我多卖了400本 我就承认销货收入 好 所以现在讲的是 我们要用的是2000本 情况1怎么做 情况2怎么做 应该很简单 好 应该很简单 应该很简单 天文你知道吗 不太知道 好 我愿意 一副了然远胸很兴奋的跟建宏讲说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 在讨论刚刚的 好 好 易经 还是语师 知道怎么做吗 一定可以想得出来的 差七年一月 他实际上的动作 退回来的是2000本 好 第一个 我要先要讲 跟前面其实我忘记 特别跟您讲说 我差七年的 一月一号的时候 我把实际上退回来的那个 就是这位1000本 在情况2的时候 我补成了400本的 消货收入 但是不是补成了 我据补退回 消货退回的欠赏 他因为想说 那十二千邪药 不是已经结账了吗 这是差七年一月份做的 可是差七年一月份做的 可是差七年一月份发生的一行 是差六年了 消货 那我是不是要去做 前期选业调整 要不要做前期选业调整 我们先讲前面那个例子好了 我自己要先把这个观念栽进来 差七年 我先不看这个 我先帮这个地方 我忘记去提醒这些事情 这差七年一月一号 差七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告诉我 退回是1000本 好 那情况一是没有问题 因为本来一开始都估计1000本 所以没有问题 因为情况二的时候 我原来估计是700本 可是情况二的时候 因为我实际上 听过的就1000本 所以情况二 我是把消货退回减少 消货退回是差六年的消货退回 我再差七年才是消货退回 这有没有时间上有点问题 因为我是特别讲 十二月三十七号就是我的年度结束日 所以我也是一样 我差六年十月三十七号 结束哦 就把差六年度的消货退回 跟消货收入已经被充满了 结上完了 那我差七年的时候 不承认 把上个年度没有承认的消货 把它转回来 直接被给消货带消货退回 那上个年度的消货退回 我已经结上完了 因为想到说 这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我应该去做前期损益调整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诶 时间你要把它考虑进来 好 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把它考虑进来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叫估计变动啊 估计变动不溯既往啊 对不对 我们讲过啊 估计变动不溯既往 我那时候估计我的退货率是怎样 这是估计啊 那我到了X7年的月份 发现 我当时的估计发生变动 不叫估计错误哦 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估计变动不溯既往 所以X7年发生是这样的情况 我就坐在X7年度 所以我不会去调整X6年度的资料 因为这是属于估计变动不溯既往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 如果X7的退货是2000本 一样 一样算是估计变动 我原来估计 情况率是1000本 情况率估计是1400本 结果真的退货是2000本 因此我原来的消货退回少承认了吗 对不对 然后在背底消货退回 比则让 好 1000本 很多的1000本 情况率是1400本 所以我产生了 借消货退回10万 带背底消货退回 比则让 那情况下 我原来估计1400本 现在多了600本 所以我是什么 承认6万 带6万 最后 它新原理 它是要把 人家退回来的2000本的 钱还给人家 所以最后 你就是借 背底消货退回 比则让 带现金 20万 就结束了 所以最后 你跟它清账的时候 你就是最后 一个分落感的 情况应该都一样 你是借 背底消货退回 比则让 好 带现金 20万 因为它退回2000本 所以我要还它的 就是20万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跟 芬芬的 施利三席 类似 只是 一、四、一、三、四 它退货的 情况就是退货的 数量比 原来估计的 少 对阿普承认了 消货退回的减少 但是 你想 X6年度 我估计的消货退回 在它今天有发生 异动 这个叫做 估计变动 不做既往 所以我直接做 X6年度 X7年度的消货退回 因为消货退回 是选意表的科目 你会想说 在选意讲 X6年度已经结账完了 那我在做X7年 它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它告诉你 这个说法 是孤气变动 好 孤气变动 不做既往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咯